尊敬的各位家人 阿弥陀佛 我们读诵 劝发菩提新闻 今天应该是第十二天 这是祖师 无上的悲悯 真的感觉是 字都是血泪 希望我们不辜负此生 所谓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又闻 今生不将 此生度 更待何生 度此生 是因 断生死流 出爱欲害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轮回 永结 太苦了 真的要发起 出离心 刚刚大家读的 最后一段 就是念 生死 苦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以身 信愿 持佛 名号 因为 只有这个 救命 稻草 所以 印光祖师说 十方三世 诸佛 舍 此念 佛法门 六道众生 就很难度了 这个是无量劫来 稀有难逢 此一日 我们一定要很好的来 掌握住这个机缘 怎么掌握机缘 当然是 依教奉行 好 那我们 发愿 出离生死 发菩提心 那下手促 还是三福 是修学的基础 校养父母 奉仕师长 这个落实在 第十规 持心不杀 落实在 太上感应天 然后修十善业 就落实在 十善业到精 这个是 人天福 就做人的基础 我们刚接触佛法 了解有 生死轮回 明白这个真相 那此生一定要脱离轮回 而佛陀 出现于世 最重要的 也是帮助众生 脱离六道轮回 假如学佛 不能脱离六道轮回 那是没有成就的 为什么 不脱离六道 又要轮回 在三恶道当中 那就求出五起 所以 这一生不出六道 那就对不起 释迦摩尼佛 对不起 一切 祖师大德的 护念 成就 你看我们这个课程当中 所谈到的内容 有多少 佛经的教诲 祖师的教诲 在其中 这些都是恩德 所以一听师父讲 做到什么呢 就能往生脱离六道轮回 好像听到这一点 耳朵就竖得特别大 像偶尼大师说 往生与否 往生与否 耳朵就竖起来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哪 信愿之有无 往生的品味 在驰驰之深浅 但这句话 可不能误解偏了 你说我信啊 信了每天还贪嗔痴慢 那是真信 信了就要念念求生 念不依依不生极乐 爱不重 不生娑婆 真信那会一心一意 哪有说 信挂在嘴巴上 每天念头都是跟三个道 打交道 这不是真信 所以祖师法语 很重要 跟大家推荐一本 很好的书 这是我的 另一个秘密武器 红衣大师晚请起 李旭曾经在听黄念老 在开示静修解药 报恩谈 里面有一句话讲到 他说这些大修行人的时间 是非常宝贵的 毕竟人一生 差不多八十岁上下 就走了 就走了 好像红衣大师 好像是 五十多岁就走了 他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而且他们都是入境界的人 所以他们入境界之后所做的每一件事 决定都是弃众生最急迫的机遇 所以我们看到下年老 为了汇集 无量寿经汇集本 眼观十年了 下了十年功夫就为了这一件事情 你就知道这个事有多重要 大家现在读的静修解药 也是他老人家晚年了 汇集的 还有一本 忏仪 专门忏悔 汇集了 完成了 但是好像还想再修 他就已经走了 时间是非常可贵的 他们的时间精力 都不丝毫浪费 哪一本忏仪呢 宝王三昧忏 我曾经听师父讲 你任何忏法忏忆忏不了 这一本可以忏忏 老人家也是把 《大藏经》当中 跟忏悔 最香气的 最精辟的开示 把它汇集起来 我们去翻《大藏经》 你怎么翻 我今天想忏悔 来 我要看哪一本来掌握 《大藏经》 好如冤海 所以人真的要用心体悟 我们可不能 人在福中 不知福 我们真可谓是太大福报之人 遇到夏年老汇集 遇到黄念祖老局势 注解 为了注这一部汇集本 用了八十三种佛经 用了八十三种佛经 一百一十种祖师的论 你看那个吓得多大恐怖 那不是普通人能做的 那是真的是 那是显秘圆龙 通宗通教 接着还有老法师 每一年 把《无量寿经》 科著 讲一遍 把《大经解》 科著讲一遍 你说这种机缘 三十年前 五十年前的人 都不一定遇得到 都比我们遇上 还有一个海贤老法师 表演给我们看 一句佛号念了九十二年 自在往生 一百一十二岁还可以上树 栽式子请客人吃 一百一十二岁还逢身跑 你看那一句佛号 修到什么境界 而且海贤老法师 阿弥陀佛 他常见到 每一次呢 他们河南人 叫阿弥陀佛 他叫老佛爷 他说我叫老佛爷 赶快来接我 他不答应 他说你在世间 好好再表法一下 你看他想往生的心这么去 居然活了一百一十二岁 为什么 佛菩萨叫他留的 不然他都看破生死了 谁喜欢在世间多留一天 赶紧走 赶紧走 所以他这么长寿命 那是佛菩萨安排的 可是我们就要看懂 他怎么表演 他往生前三天 遇到了一本书 若要佛法心 唯有生战胜 这一部书啊 是红灵法师 因为觉得太多的人 毁谤汇集本 毁谤老法师 毁谤黄念老 下老他们 所以收集很多的公案资料 佛经的教诲 收集起来 帮老人家伸冤 结果老人家 看了这本书啊 老法师看了以后说 哇 我很多我人生的事都忘了 怎么他比我还要清楚 所以老人家讲了一段话非常好 他说世间的事情 没有绝对的好坏 你说被人家骂啊 一般的人说是坏事啊 结果你看 这一本书一出来 老人家很多忘了是 里面都记载了 再来 真正一心畏众生还被毁谤 消业障消得特别快 这个金刚经当中 都有告诉我们 受辞读诵此经 若为人倾鉴 已经是人倾鉴固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所以 骂我们的人是帮我们什么 消业障啊 不然我们五十节业障这么多 怎么消灭 金刚经有讲 了凡视讯你有讲 所以了凡视讯还是要多读 你很多挂碍就没了 世之无过旧 而横批恶名者 子孙往往咒发 阴阳之际唯宜在啊 是吧 子孙都咒发了 有没有人读到这一句说 那我呢 那假如有这个念头 那这个心量也够小的 子孙都可以咒发了 那你是当事人 你的果报当然更殊胜嘛 这以此类对就知道了嘛 所以老法师讲四个字 李旭非常相信 你得心安 你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 你的心绝对安住了 我们还有烦恼 就是道理听归听啊 还没有想通 所以张家大师交给师父 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 看破的人一定可以放下 放不下呢 就是还没有看破 说哎呀我是看破了 就是放不下 这个逻辑是不对的 所以 海贤老法师 他在往生三天前呢 有居士呢 到 来佛寺 去 亲近老法师 结果拿了一本书啊 就是这一本 《若要佛法行》 唯有生战胜 结果老人家一生呢 从来没有主动 要求人家拍照 哎你们有没有看过 海贤老法师的光碟啊 看过啊 看过啊 里面有一些镜头啊 你去印象很深 比方说居士找老人家照相 你们看老人家那个 没什么笑容啊 这个也是法呢 提醒我们居士干什么 别太执着 来见 第一个动作 来来来来 跟老法师拍个照 拍那张照片一回去 你看 我跟海贤老法师拍照 这样他会不会着名闻利啊 对啊 所以这些高僧呢 虽然横顺呢 但是 他们的表情也是有标法的 提醒我们不要太执着 神光不要太执着 你看人家 那个真正求道的人 六祖大师里面讲 有一个叫一宿诀 是吧 他一去了 悟道了 马上就要走 六祖大师你住一晚再走 一宿诀 心中只有 求道悟道 哪还有世间这些欲求 所以 海贤老法师他一辈子从来没有 说让人家给他拍照的 就看到这本书啊 很高兴啊 他大衣 很隆重 拿着那本书 让人家 赶紧让居士给他拍照 好像获得了 他这一身 很宝贵的东西 结果第三天就往生了 身体好得不得了 因为往生那一天干农活 从早干到晚 所以他是根本就是自在做的 那他为什么 接了以后 三天就走 因为他任务完成 可能是阿弥陀佛交代他 你得要拿到这本书 照一张相了 你才可以做 所以他终于可以回去了 很高兴啊 赶紧给我拍照 但没有这样的高生啊 很难止住啊 很多毁谤 所以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拍了这个照以后啊 毁谤就大大减少 其实 毁谤少了 也是对 众生的词 因为毁谤不得了啊 你断了人家的法源 这么好的一本 会几本 你断了人家的源 这个因果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跟大家聊这么多啊 就是大修行人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而弘一大师呢 他编的这一本晚情集啊 是根据 《大藏经》里面挑出来的一百句 不只佛经 还有祖师大德的开示 那这整个等于是佛法的精华 这个又做成口袋书啊 我们不要有时间打妄想 一有时间呢 赶快多读几行啊 熏悉啊 提醒自己 更重要的这个教诲要放在心上 会得非常非常大的力 刚刚跟大家念到一句啊 就是这一本书上 娑婆有一爱之不亲 我们在娑婆界有一个爱放不下 临终被此爱所迁 这个法语 祖师他们谈事情都是 就是一针见血 没有模糊地带啊 想求道的人 看这些教诲 横批 叫痛快 不托泥带水 临终被此爱所迁啊 神多爱乎 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 不只爱一个 爱一个人 爱一件事 爱一个物 那麻烦了 一个就会牵走了 更何况很多 所以佛门说 财色名十岁 地狱五条根 有一个啊 地狱那边就给你签注注册 结果李旭当时候听到这一句话说 财色名十岁 所以 地狱五条根 哇 那我五条都有 代表两只手 两只脚 连脖子都套住了一个 咖一下就 所以要赶快解诸残伏 把它去掉 好像也听老人家讲说 贪恋世间一根草 都不能往生 后来遇到一个 居士啊 素是三根 一遇到佛法非常精进 结果居然念到啊 整个虚空都是阿弥陀佛 很浅沉 结果就在当下呢 他的面前呢 出现一盘水果 因为他最爱吃水果 爱吃到什么程度呢 比方说他半夜突然醒过来 很想吃水果 他就到那个水果店呢 半夜给人家敲门敲醒 一定要买了 你就要看他爱到什么程度 就突然那个水果出来 他马上动念 用手要去拿 结果一下子所有的阿弥陀佛都不见 这个公案也很给我们启示 确实你有贪爱的东西 那个念头一起 阿弥陀佛就不见了 那个阿弥陀佛就不见了 频道就接错了 阿弥陀佛就不见了 有一爱之不侵 临终被此爱所牵 更何况我们有时候 是牵肠挂肚 那就更是 不可能 能成就 但是呢 现在还不能看破 要怎么样 慢慢看淡 深处令熟 熟处令深 其实只要这一句佛号念的熟 其他念头慢慢就被他什么 扶住了 这样就有把握 红衣大师 编这个晚情集 刚刚讲这一句 爱之不侵 临终被此爱所牵 神多爱乎 怎么可以还多贪爱呢 好 而且要深净土 极乐有一念之不依 临终被此念所转 神多念乎 我们念不依 也不生极乐 所以我们不能妄念纷飞 所以师父就教我们这个 持明念佛 就是以这一句佛号 取代一切的妄念 你叫我们不起心动念不可能 可是有那么多妄想分别执着 那就以这一念取一切念 妙法 所以这一本 就举应光祖师的教诲 谁忙谁闲 不理弥陀名号 顺境逆境 不望往生西方 那大家常常这样共鸣 那 大家常常共鸣 是 不忘往生西方 大家常常这样共勉 互相互面 像应光祖师 还有一个法语讲到 学到的人 念念不忘此字 哪一个字 我刚刚听你们的回答 头皮都发麻 你们的道气太强 那我先稍微 人一个眼神 一句话有没有气场 有 你们刚刚那句 死字上达诸佛听 念念不忘死字 道业必成 所以应主有一个 一个开始很精彩 要把死字贴在额头上 你们贴了没有 不是真的拿一张来贴 走出去人家说你学佛的神经有问题 重实子不重形式 真贴了 贴在心上了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你时时在境界当中要起贪心了 待会就会死了 贪什么 快要发脾气了 待会就死了 有什么发脾气的 待会死了 发脾气 就到地狱去报道了 马上那个恐惧的心就起来 念头就转了 所以这个是妙法 所以今天介绍这个秘密武器给大家 初世法晚情集 宏毅大师这一本后面 格言别录 世间法的精华 我们毕竟活在这个世间 人情势力应对进退要懂 格言连弊太大本了 内容很多啊 老人家挑精华 格言别录 越看越有味道 越看越感觉宏毅大师的苦心啊 知道未来我们这几代人啊 做人做事的道理 讯息太少 所以都是把精华 浓缩出来 来灌顶给我们 而这个格言别录 别录谈的都是 世间如何 带人处事结物 就像刚刚跟大家讲 敬业三福第一福是人天福 他就是要学会做人 我们昨天跟大家谈到五常 这个就是做人的标准 而且老法师讲 第一福 做到了 以此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可以往生哦 这一段你们有没有听过 没有啊 我听到这一段 记得很牢啊 反正只要讲到可以往生 这个就不能 不能马虎就对了 大家要知道 受持三规 这个是小臣 那个是真正 入了佛门的修行 小臣 具足众戒 不犯威夷 要从持戒开始学起 五常就是五戒 我们也在深入这个五戒五常 第三福是大臣福 发不立心 身性因果 读诵大臣 劝敬行者 但师父有讲哦 你把人做好 不求世间果报 以此回向可以往生 但是这个人天福 就要做得很扎实哦 不可以侥幸哦 师父还有讲哦 无量寿星做到百分之百 往生上品上身 无量寿经做到百分之九十 上品终身 以此类推啊 无量寿经做百分之二十 下品下身 这一段你们听过吗 这一段我也很注意哦 好 大家排出时间来啊 挑出无量寿经百分之二十 一条一条去下公 像我们这一次就可以修 恭敬三宝 就可以落实这一句 无有奉事师长 无有虚伪 产屈之心 那人不虚伪就是 每一句话 每一件事 都很真心真诚去做 没有虚伪 也没有应付在里面 佛经都讲得很清楚 少欲知足 专求百法 我们在欲望就要越来越淡 其实实在讲 欲望要淡 也不是说 好 我今天要修行了 本来吃三餐 我今天就吃一餐 这样用功也不见得好 因为你的胃会抗疫 你一下子适应不过来 用力过猛会适得其反 但是其实 你很自然的 尝到法胃的时候 世间这些欲望 给你你都不要 世为哪有 法胃呢 我们真的 每天读经念佛 哇 那个佛菩萨加持 身心都可以感受得到 跟世间那些 众欲享乐 那差多了 我有一天 元旦 刚好跟一个朋友通话 他前一天才去参加 跨年晚会 结果他就跟我分享 去参加跨年晚会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在听经读经 结果他就说 他说你过这种日子 怎么过得下去啊 我心里想说 你过那种日子 我也觉得这么过得下去 他们就要去那里 等到三 二 一 Happy New Year 他说世间人实在很可怜 这个叫什么 苦中作乐啊 他得去麻痹一下 你知道吗 去刺激一下 其实实在讲 他算完三 二 一 回来睡大头觉累得要死 他哪有乐啊 再来 睡完 眼睛一打开来 哎呀 人生不如意死 十之八九 他继续痛苦啊 所以世间人的乐叫什么 痛苦暂时忘了 不是没有哦 都在啊 不想他了 然后去找乐子 哎 有时候看一看也挺心疼的 所以人这一生最重要的 明白宇宙人生真相 得明理 所以我们弘扬汉学要 心大悲明有情 眼磁变受法眼 你看我们想想师父的辩才无碍 人有时候一听啊 就敲了一棒 你比方 有个女的就跟师父讲 说师父啊 你说要节俭 穿那些衣服 都穿五年十年 都过时的啊 我穿出去啊 笑死人啊 师父跟他说 笑死是他死 又不是你死 你看人有时候 脑子都不清楚 对啊 是他死 又不是我死 我干嘛那么 那么挂爱干什么呢 而且你细细去分析 那些敢流行的人 他自己累不累 不只有他累啊 他丈夫累不累 哎哟 果然是结过婚的人 体悟是不一样的 他有轻生的感受 所以人生有时候要多一些历练 不然是非经过 不知难 好 这有没有看到 师父那种扇脚啊 在这个境界当中 一敲人家就想清楚了 好 所以 这个 红衣大师后面 应该是感觉我们做人基础不够 这个都可以辅助我们了 真正做到敬业三辅第一辅 这个隔岩别路也都是第一辅的注解 好 好 那我们昨天呢 跟大家谈到 义 什么事呢 能够合情合理合法 义所当为要做 还要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这个道就是义 跟义不相应的不可取 也以啊 师长老人家的行仪 分享他的道义人生 我们听完呢 企鹅效法 人意理 现在讲到理 理是生活规范 规矩 佛家 叫戒 那理 理 截 这个词就告诉我们 理就是学什么 拿捏分寸 有截度 不过 也不会不急 那心中常常 有准神呢 不过也不急 这个人 身心是 安顿 理 是做人的标准 忠信呢 是做人的动力 一个人 你看他 很有目标 为什么 他忠啊 他知道我这一生 忠于自己 忠于家庭 忠于团体 忠于国家社会 忠于一个佛弟子的本分 哇 那这一个人每天很充实 他觉得他应该做的事很多 哦 这个就是 忠 他静心静力 忠信是动力 你看信 我已经答应别人的事 我绝不退缩 勇往之间 所以黎炳老说 受到传统文化教育的人 只要答应别人 哪怕这个事 很难 撞得头破血流 他都 义无反顾 这是中国人的精神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 常常互相问自己 我们是不是中国人 没有把天下放在心中 那不像正统的中国人 老祖先说 要以天下为怀 但是我们俩重迫 一代人 所以 所以 以前的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人 他不经意答应人家 答应了他一定 坚持到底 哦 那我们 看到这个礼啊 因为礼业老师 讲的比较多了 我举一个元朝啊 萧道寿的例子 他非常孝敬他的母亲 而且呢 当他的母亲要教训他的时候 就是母亲呢 生气了 因为他做错 他已经成年了 他会自己去把家法拿来 跪下来 请他母亲责罚 他母亲处罚完他 他又恭恭敬敬的道谢 恭恭敬敬站在旁边 等到母亲的表情 已经不生气了 他才安心 问礼之后离开 你看这个古人 死死那种对母亲的恭敬 都表现在应对敬对 父母教 去敬听 你看他恭恭敬敬接受责法 反观我们自己 现在父母才 指责我们一件事 一句话 哇 我们回好几句 那跟古人的差距差很多 父母则 虚顺承 我们可不能 老师也打我了 妈妈也打过我了 你讲这个话 那心态都有问题 好像说 错了 我被打了 已经一笔勾销了 父母打我们多伤身啊 可不能白打 可不能白骂 父母则需顺承 这个承字是什么意思 得把那些教诲 叮铃怎么样 捧在心上 不要再犯啊 不然怎么对得起 父母的教导 所以司马光先生做到 所以他有这种孝敬 礼敬父母的心 他这一生有大成就 因为他小时候 曾经有一次说谎 因为刚好 他跟他姐姐 在把那个核桃 弄开 把那个核桃皮 弄开 结果呢 都很难弄 他姐姐离开了一下 他们家的 这个用人过来 仆人过来 刚好仆人懂啊 教他一个方法 他就弄得很好 结果他姐姐过一会儿回来了 哇呀你怎么这么厉害 他说这个是我自己会的 就被他爸爸听到 大家注意哦 他为什么会说谎 病根在哪 需要吧 要名吗 好胜吗 这是病根呢 被他爸爸听到 呵斥他 他记住了 不可以打忘了 他说终生不犯 所以他能做到 凭生所为之事 无有不可遇人者 坦坦荡荡 得利于他父亲 教诲他 他顺臣 所以弟子归啊 你深入之后啊 每一个字都会放光 要看得懂 要领悟得了 要做得彻底 你看古人他是这种恭敬的态度 那现在的礼啊 退得太厉害了 不要说古人呢 就说我们 三十年前 长辈到家里来 我们都恭恭敬敬的 接待 倒茶 伺候啊 三十年后 现在长辈来了 小朋友的反应是什么 他坐在那看电视 然后头就这样 嗯 嗯 继续看 我讲这个例子的时候 有家长说 他能对你笑就不错了 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不要乱点头 乱点头你共业 所以有时候 不能乱鼓掌 也不能乱点头 现在四四而非的说法太多了 从现象看说 笑一笑不错了 可是 请问大家 这一句话 听在小朋友的耳朵 他会形成什么态度 我已经不错了 不然你还要怎样 你看我们还没有看二字四孝以前 我也满孝顺的 看完以后 哎呀 太惭愧了 所以标准不能乱改啊 我们这一代改一点 下一代改一点 第五代就变畜生了 你相不相信 人就不像人了 现在还没改 就被外在污染影响到 人做出来的行为 比畜生还可怕 辅毒不食指啊 我们现在每一年 人类有记录的 堕胎就五千万了 你说这个文化是民主的灵魂 师父讲这个话 那都是痛行啊 悲心啊 所以我们现在 讲话都要负因果责任了 所以他这样笑一笑 你说不错了 那在传他下一代变什么 变连笑都没有笑了 变成大人要端杂过去 小朋友你好 你要喝大红袍 还是喝铁观音 那是人就不像样子 所以礼意是做人的标准 不可以乱改动 李逊那时候还没有学佛的时候 也没有这些判断力 常常听 有长辈讲一句话说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了 我们管不了了 有没有道理 哇 阿弥陀佛讲这个话 英国可重啊 你看我们宗祠里面立的那个牌子是什么 天地君亲师 君亲师跟天地并牌 你说这三个身份多重要 哪有说当父母亲 当长者的人说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我们不管了 我们管不了了 哇 把本分推得这么一干二净 所以孔子 说天下有五不祥 其中一个不吉祥 老者不骄 幼者不邪 孰子不祥 整个社会风俗就完了 所以为什么说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人没有先有这个态度 铁定每天造很多口业 所以我们这一个礼拜读诵这个很重要 我们想不造业多机功力的 要先练基本功 非先王之法不敢服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你们要配合一下 先王之法行不敢行 事故 非法不言 非道不行 生无则行 言满天下无口过 行满天下无怨恶 我们希望无口过 无怨恶 基本功 为什么 佛门说五年学戒 他就是把这些最重要的教戒 戒律 他五年之内都奉行 最后就像录一个模子一样 他就成型了 他不会偏离这一些标准 那其实经典都是相通的 你看孝经这一段话 是不是就像佛门五年学戒一样 你把以前错误的思想观念 一言一行都放下 现在都依经典为标准 他真做了五年 他就不用刻意想 也不用刻意去做 他就不逾越这一些规矩 所以我们现在得要下功夫 扎三根 虽然时而勉强 一开始也会跟习性在那里拉扯 中则太难 做久了就慢慢就习惯了 好 所以这几天大家微笑习惯了没有 还没有五年 自 人意理智 我们接着看自 师长有讲到 理智是不感情用事 做得了主宰 感情一起来就被这个境界给转掉了 有时候严重一点 感情用事会 一失足成 千古恨 一个人一生名誉很好 立名于一生 师之只请客之间 他就一个决定错了 一个行为错了 终身就毁了 所以为什么古人说 盖观论定 为什么 真子会说 岂无俗 岂无足 岂无所 战战兢兢 如灵深渊 如履不病 真子要走的时候 我感觉真子很慈悲 他临终那一刻都不忘启发学生 这样的老师真是太慈悲了 他抓住最后一个机会教育点 让学生看一看 你看身体法福寿之父母 我没有乱糟蹋 不只是身体 更重要的是什么 德有伤 怡庆修 我身体 父母给我的 我没有糟蹋 我这一生 立身行道 也没有给父母抹黑 额经额厚 无知免福 他终于 这一生 没有犯过失 犹如祖先父母 他才安心了什么 离开 还没有到最后一刻的时候 都还不能 讲绝对的 所以互念自己的 名誉 互念自己的德行 古人有比喻 好像你捧着一个很稀有的玉 你可不能大意 不然他一滑掉会碎掉 手伸如玉 古人这个比喻是很有道理的 不能感情冲动 不能头脑不冷静 要能分辨好 是非 好歹 善恶 正写 争望 轻重 本末 都要能分得清楚 所以理智是绝 感情是迷 俗话有说 人在谈男女感情的时候 智商最低 你们有没有听过 我知道了 你们都是从小学佛 所以这些没有听过 我听的比较多 我还听人家讲说 一感情 起来了 阿弥陀佛我就忘记了 这一点啊 我感觉 古人很有智慧 有时候我们现在不能理解 都觉得古人怎么 好像很古板 其实古人是看得很远 看得很深 这个都要透过我们人生 比较有阅历去体会体会 好像我已经步入中年 师父说 40岁到60岁是秋天 你们看我现在 是不是有点老气很久 我曾经见到一个 伊斯兰教的长老 这个长老我很佩服 他专门研究孔子 他到如江去 我们接待他 我们如江那个桌子很大 他很巧 我坐主人位 他坐我正对面 还没开始吃饭 坐下来 他第一句话问我 把我给惊呆了 他坐下来就问我 请问你 知不知道成菜绝粮 哇 我那时候 冷汗直流 一个伊斯兰教的长老 马来人 第一句话就问你 成菜绝粮 我心里想说 幸好知道啦 不然就完了 我这个脸就丢大了 丢自己的脸没有关系 把中国人的面子 都给丢了就麻烦了 所以师父老人就说 你们再不学 到时候黑人上去 给你们讲汉学 我真的有可能 你看去年才听 听那个惠离法师 带那个 他在非洲收了很多孩子 有些孩子也出家 他在那 三归一在那唱诵 还被那个 弟子归啊 被这些中国的经典给我们听 我说真的我们再不努力啊 以后 这个上汉学的时候 人家外国人走上去 恒批支持敬乎游 大家要好好努力 这些都佛菩萨来 点化我们的 所以李续觉得他们都是佛菩萨 不然我们有点麻木了 他问我第一个问题 后来我们到马来西亚 办了一个2500多人 校长老师培训 他讲的题目就是 孔子跟伊斯兰教 他有一堂课就是他专讲 结果 他说啊 他结婚了 他说只要我妈妈喜欢的就可以 你看他也挺老实 他学问很好 但是你想一想 他是孝子 他假如找一个 他跟他妈妈 冤情在主 那他这一生 那不是麻烦 麻烦大了吗 所以你看他说 只要我妈妈喜欢就好 所以是他妈妈去挑的 所以以前都是父母帮挑的 以前人结婚 结婚那一天 才第一次见面 我看我们在座的女同胞 现在脸都有点 不是很放松 假如是我 有道理的 今天还有摄像 我这个礼不讲缘 可能我也走不开身 因为已经有录像 做纯正证明 大家要了解 佛门种阴地 阴地不争 果遭于蛆 你做任何事的动机 那个因很重要 我们今天来做汉学院 你在阴地上 有一丝毫的名利在里面 那一个念头 哪怕只有0.1度 请问大家 0.1度走了十年以后 会走成什么样 所以佛门很多话 那个理很深 要纯 那一天跟大家交流 纯是 济世之心 则为端 有一毫 魅世之心 则为躯 这些都很重要 那请问大家 一般男女 他看对眼 谈恋爱 他的因地是什么 大部分是什么 情 甚至于讲难听一点 色 甚至于还有 钱 利 种种 只要是这些念头 这些念头是随时会变的 以利交者 利尽而交书 这隔言别录里面 隔言连笔连笔 以事交者 他有地位 他有权势 事轻则交绝 以色 有容貌 以色交者 花落而碍于 所以现在外遇一大堆 他因为女色 才追求你 但女色不能保持吗 他会变啊 甚至于 他因为女色而追求 那假如遇到比你更漂亮的 他能不动心吗 以道交者 花 天荒而地老 所以应该男女要结合 走向家庭 他是用什么动机 因地什么 道义 所以古人他不是因为情感 冲动 然后走向婚姻 实在讲 人假如重情义 日久 这种情义就厚了 而且都是 互相扶持 互相感恩 这是道义 结合 这些道理啊 大家慢慢去体会 其实也不只是 夫妇 这种姻缘 人与人 朋友之间 我们是用什么动机 在教 你真的用道义 每一次见对方 是想着对方 曾经 对我付出了 哪一些事情 人与人 那是越焦越厚 所以 曾广贤文提醒我们 相见亦得好 久住难为人 这就是提醒我们 人有时候 相处久了 静看对方的不是 就不能相处在一起 这些都提醒我们 人与人相处 要念恩 望远 所以我们可能对于 世间人讲到婚姻 古人说 门当户对 我们听到这句话 就特别讨厌 而且你们已经可能 看很多电影 是吧 麻雀变凤凰 有没有看过 Pretty Woman 你们没有看过 Pretty Woman 哇 Julia Roberts演的 我们年代不一样吗 你们真的没有看过 这一片 告诉大家 很多电影 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们都被那些东西骗了 什么 看 看很多本书 最后就是 从此 王子跟公主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你说一个人 就是说 比方说他的 家庭环境 社会地位高 跟一个从小干农活的人 凑在一起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有可能啊 几率不大高了 为什么 他处在一起 他思想要不要碰撞 假如价值观差很多 那还走一起 辛不辛苦 不容易啊 所以门当户对 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那门当户对 不是看人民币有多少 那就曲解意识啦 思想观念 相敬相合 这个才是门当户对 那请问大家 一个人要结婚的年龄是几岁 二十多啊 二十几岁的人理智吗 你们自己摇头 我没逼你们 告诉大家 业力甚大 情人眼里出息是 听起来很好听啊 有另外一个角度提醒大家 一生感情的时候 看人是看不准啊 所以一句话 它有很多含义啦 情人眼里出息是说 你 你静看他的优点 这是很好的 可是你也不能判断不出来 他的问题在哪 那你已经 不客观了 所以大学又告诉我们说 好而知其恶 物而知其美者 天下嫌疑啊 有这种功夫的人 很少 你一觉得他好 你看他就已经不客观了 所以叫慈母多败子啊 他很爱他的孩子啊 可是他情感太重了 那个幼儿园老师说 他儿子 哪里不好 他很生气 哪有我儿子好得不得了 他看不到 人莫知其子之恶 莫知其苗之缩 大臣经讲的好 情深至格 当局者迷 旁观者情 而且告诉大家 父母这么爱儿女啊 他帮他挑对象 那是攸关他一生啊 他能不谨慎吗 我讲了半天哦 你们看着办哦 你不要传出去说 哎呦那个 蔡某某老古板 居然说 还是对象 还是让父母选比较好 我可没这么 我只是把道理 跟大家交流交流 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感悟 是因为我妈妈 因为我母亲啊 不是 三十多 三十年前 有一次呢 我们几个女同学啊 到我们家 做客 结果回去之后啊 我妈妈就说了 某某这个女孩子不行 某某人很好 我那时候一听 我妈妈讲不行的那个 好多人追啊 我也有追啊 你看 结果我妈妈说 很好那个啊 没人追 可是呢 后来一观察成年之后 我妈妈讲那个人 非常好 没有结婚 所以现在男人啊 没什么福报 他看不懂啊 那很有责任啊 所以现在都着在 可能说好莱坞电影 太大了 都着在那个像上 那为什么我妈妈能判断 她人生都多大年纪了 她自己也是女性啊 她怎么会看不出来 她就看到这个人端庄 有规矩 应对进退得体 这个虽然看起来漂亮 轻浮 不稳重 后来真的她讲的那女孩 命很不好 所以以这个自己亲身体验 我觉得古人挺有智慧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智 理智 不只折偶要理智 包含折叶 折友 折思 你看的书 都要有理智去判断 最后性 师父讲要言耳耳有性 讲性用 讲诚性 不妄语 不两舌 不起语 不恶口 那在性方面 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记杂挂贱 她那个性不是人言为性而已 她是什么 念头动了不违背 记杂是泰伯众庸的后代 也是无性的祖先 所以江南这一代 无性的人很多 他们的祖先有后德 很有福报 更重要的 他们要记着 接着继承他祖先的后德 这个就是真正 无念而主 欲修觉德 好子孙 这一念 这个志气一发出来 他们无性始祖 这些 圣贤人马上就加持他 所以李旭感觉 现在发愿 红传中华文化 就是中华民族所有祖先的独生子女 后台很硬 所以一般的人说 我到哪一家公司 现在公司是什么 五百强 五百强也不会比我强 我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 姚舜雨汤文武周公 所以走这一条路啊 所以走这一条路啊 不用怕 不用怕没饭吃啦 好开玩笑的 好 在这里顺道提一下 好 好 好 因为呢 摘培人才不容易啊 好 所以像李秉兰老师那时候 收了八个学生呢 六个老师八个学生呢 那八个学生很有福报 啊 办了好几年 其中八个里面有成就的 像 律中果青律师 其中一个学生 那我们也很佩服 那那个我们也很佩服 李秉兰老师啊 带着八个学生 跟六个老师 行三柜九扣 李秉兰老师代表学生家长 所以李老呢 做的每一个动作 真的让我们 非常非常的敬佩 也觉得不能辜负他 老人家每一个表演 他就为了 让我们 后世启发 师道的重要 而那六个学生 全是他老人家的学生啊 可以想像呢 周嘉玲老师 徐景文老师啊 师父上人 那坐在那里是什么感受啊 那真的是战战兢兢的 铁定是尽全力教学 不然呢 自己的老师表这个法啊 那怎么可以 对不起老师的这一份用心呢 像李秉兰老 在台湾台中教学三十八年 不间断 到老了 行走都有问题啊 还继续讲经 学生四个人把他抬上去 他老人家精神呢 活一天 众生有需要 我就讲一天 诗言志啊 李老的诗你一看 你就知道他老人家的心啊 未改心肠热 全连暗路人 但能光照远 不惜自焚身吗 那这一首诗 不就是地上菩萨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吗 而李老 一代实教啊 往生的人太多太多了 我们所能了解到的 最少最少有几百人 大家要注意这个概念啊 几百人往生叫几百人做佛 那是可以知道的 不知道的甚至往后的影响 那无疑 很难计算 但是他老人家在一个地方 教化三十八年 这也是一个教化的榜样 老人家他的因缘 学释迦摩尼佛油画 但是李老师也 也是有讲到 真正要让一方大众受益啊 你教化的时间不够啊 不行 你看佛陀的常随重啊 常常跟着学 听了多久啊 四十九年 而且前面十二年 小成 再来八年方等 再来二十二年 般若啊 最后 讲法华涅槃 那是研究所博士班啊 又八年了 这样加起来四十九年 所以从佛陀的视线 也可以看到 真的教化的时间不能短 不然很可能 他长一半了 没有水分 没有是非了 他的时间够 他的时间够 他才能 根深蒂固 最后才能吃饭 所以期许大家以后有缘 可以在学成之后啊 可以定下来 好好教化一方 好 这个信呢也跟前天有跟大家讲过 郭吉庭侯 他连小朋友啊都不欺骗 都不施约 都不施约 那我们讲五轮五常四维八德 是学习的内容 那佛法 那佛法 五心 跟三辅六和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看菩提心灌注在生命中 师父会讲得很清楚 李续在这边呢 就不跟大家去谈 师父讲得非常透彻 那儒家的八德啊 李续再跟大家交流一下 其实 儒家有一句话叫 百善孝为先 自己的体会啊 这句话呢 有两重意思 第一是孝是百善之手 福孝得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 教育要从这里开始 我不知道大家读到孝经这句话是什么感受 李续自己在教小学的时候 真正看懂这一句话 什么叫 揭探之歌勇之人 勇之不足 所以 手之舞之 足之倒之 我当时候看懂这句话 真的在家里面 跑啊跳啊 为什么 我看懂了 我最起码不会误人子弟 不然不知道教育要从哪里开始 你没有找到开始的 我们干的是什么教育 舍本足末啊 是什么教育 急于求成啊 那不是适得其反 所以知道从孝是对的啦 摆善效为先 第二个意思 是孝心开啊 摆善接着开 你孝心不开 其他的德啊 他没跟 所以 上次跟大家提到 有一个很大的慈善团体 他们很苦恼跑去请教师父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 资助最多的地方最不感恩 师父跟他们讲 他连父母都不感恩 他怎么会感恩你 感恩心也有源头活水 所以老祖先 师父说老祖先 那是通达人性 全世界最懂教育的 真的我们把这些经典真正看懂 不得不佩服啊 而这个孝心开啊 摆善接着开 我们从入则孝的经文去体会 我们这个万德啊 我们就归纳成八德 孝 替 忠 性 礼 义 廉 耻 仁 爱 和平 孝是中华文化根 替 忠 性 是本 礼 义 廉 耻 耻 之干 仁 爱 和平 是花果 舍根本 而求 花果 不亦 于乎 可是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现在还没有重视孝道教育 就要他爱人 爱国 爱天下 有没有 读了那么多这样的书 最后呢 那是没有根的 大家对没有根有一个概念 没有根啊 现在看起来 这个花挺漂亮 最后呢 没几天他就谢了 所以今天他学历再高 他没有笑到 这样的员工一用啊 三天你就摇头啦 好 所以大家看 笑 修身 替 忠 性 齐家 礼 义 廉 此 治 国 礼 义 廉 此 国 之 四 为 仁 爱 和平 平 天下 大家有没有看到 整个八德 都跟修齐治平是完全相应 所以我们老祖先教的东西 他都是贯通的 你学知识啊 你会 得不到利益啊 你会都把他 这个就是这个 那个就是那个 这是记忆式的 就不能贯通 我们看 替 是不是从笑来 凶道友 弟道工 兄弟目 笑在中 好 忠 他不忠于父母 会忠于他人 亲所好 立为局 是不是忠 信 父母命 行物难 答应父母的事 绝对赶快去做到 现在人 答应客户的 都做到 答应妈妈的 拖拖拉拉 他真的有信吗 他是信人民币的 但是那是假的 有更多钱的时候 他可以不守信 看事不看生啊 会被表象给骗了 离 父母乎 应勿还 出壁故 反壁面 这个就是离 义 商三年 常悲夜 你看那种情义之深 不忘父母的恩 连 物虽小 物失常 狗失常 清心伤 他没有那种 占为己有的态度 好东西都先让父母 怜 此 得有伤 宜清修 人 爱人 东则温 下则静 你看那个人爱 设身处地啊 爱 清有急 要先长 昼夜逝 不离床 而且像 旱景帝啊 服事多久 三年 你看那个爱 多深啊 仁爱和 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好像 谈没几句啊 难免都有火 火药味上来 陆泽孝交谈 清有过 见死根 宜无色 柔无声 他养成习惯啊 敬重尊长 了凡事迅讲 家之父兄 国之君长 是吧 家里的父母啊 兄长 团体的 长辈 领导 家之父兄 国之君长 举凡年高 畏高 德高 士高者 皆当家义奉事 我们在这个 石修班 大家一家人啊 都可以落实这句 在家而孝顺父母 使生爱婉容 柔无声下气 习以诚信 他变成习惯 便是和气隔天之本 他不会跟人家吵架 他已经养成这种 疑无色柔无声的态度了 这是不是从笑来了 和平 什么境界 他都不会生气啊 从哪里练 从孝顺父母练 所以 见不露 岳父见 豪气水 他为父母好 父母误会他 还打他呢 他心里没有丝毫怨 这样的人格特质一养成 他接触任何人 他不会把人家的过失 对他的不好放心上 不会 他都是纯是一个道义的心 人有利害才会有怨 求不到了就怨了 道义人生不会怨人 好 那这一节课 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祝各位家人 中午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刚刚谈到 这个孝心开啊 百善皆开 我们看到 这个八德 这些德恨的根 也是在孝上 所以 跟 这个弟子归入则孝 跟孝经 这句话就是 是注解了 孝经说 福孝 德之本也 所以你任何德 跟这个本是相连的 又跟佛经相不相应 相应呢 佛经的 佛门的孝经 地藏经 地藏是什么 开发 新地的 宝藏 什么是宝藏 每一个人本有的 圆满的智慧 德能福报 用什么来开发 整部经就教我们 就是孝跟敬 孝以父母为代表 孝养父母 敬以老师为代表 所以在整个地藏经里面 地藏菩萨对释迦牟尼佛 那种恭敬 对于释迦佛交代的事 完全的能够 纳授 不复完 释迦牟尼佛的祖托 这个都是恭敬师长 奉仕师长的表现 所以一个人的性德是 用孝敬把它打开来 所以这一次课程里面 还有安排老法师 特别的开示 在清明节 孝清尊师 是成佛的大根大本 从这里下说 所以我们老祖先 看到了这些真相 教育的第一个目的 就是让父子有亲的 亲爱终身保持 再由这一份亲爱 延伸到爱兄弟 爱家族 爱灵里相当 凡事人皆虚爱 这是教育的第二个目的 自自然然 亲亲而人明 人明而爱物 他就爱 灵里相当 凡事人皆虚爱 凡事物皆虚爱 像李虚就曾经看一个故事 在非洲发生的 非洲有不少穿山甲 那我们华人去做生意 结果人家接待呢 就要主烤那个穿山甲 那就其中一只穿山甲 它就卷曲的身子 怎么烤呢 整个身体都燃起来了 他居然啊 还很坚固的卷 卷曲着身体 谁拔都拔不开 你看那个男人 这样给他拔都拔不开 后来他们放弃了 烤不成了 全身已经着火了 就把他给丢在一旁 结果一丢啊 那只穿山甲 就整个身体一放开啊 他怀里有他的小孩 当下那个小穿山甲就逃走了 哇你说假如我们人类有一种孝心呢 一听到这个例子 原来万物都有灵芝 他们也有他们的轮场 他们也有他们的天性啊 我们怎么忍心 再去伤害他们的生命 伤害他们的家庭 有感悟的人 可能可能可能以后就不吃这些肉了 所以有时候是 很多事情是你有体悟到的 让你再去做你也不愿意 你去自己吃素啊 是因为有一天呢 切柳橙 我们台湾叫柳丁 张普叫柳丁吗 没有这么叫 但是柳橙很光滑是吧 结果呢 我有一次啊 负责切啊 结果一不小心那个刀滑掉了 就切到我的食指 那伤口差不多一公分 哇我是痛的 头皮发麻在那跳啊 很痛啊 我突然在那个当下 我说我才一公分就痛 痛的我已经 呼天抢地了 突然脑海里浮现 那个猪啊 要杀的时候 哇他那个刀有多大 那个一刀下去多痛啊 从那一个开始 我不想再吃肉了 就是有时候是 你真的有领悟了 你就真的不愿意再这么做 所以我们能感同身受啊 就能推及及人 甚至于集物 集一切啊 万物 我们都懂得爱护啊 跟尊重 那这个八德啊 李旭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啊看 师父的行仪啊 也都是啊 圆满在肉食八德 比方一笑 我看师父 事隔几十年啊 才在香港 见到母亲 结果母亲啊 想说 想吃鱼啊 因为那都苦一辈子了 你看师父老人家很善巧 还是交代做给母亲吃 笑下面有哪一个字啊 顺 很多事情是要水到渠成 不是靠要求来的 所以李秉兰老师有三不劝 不劝人吃素 不劝人受戒 不劝人出家 那些事都是要当事人 他真正完全明白了 很欢喜自然去做的 你一有勉强呢 他也很难过 甚至最后看到你不好意思 就不见你了 反而超之过急啊 把缘分给弄坏了 所以处处留心皆学问 人情练达及文章 我们往往犯的就是不够柔软 看起来是对他好 事实上是拿着道理 压下去了 结果老人家很柔软 顺 那一次以后啊 老太太就不再碰荤的东西 你去想一想 母亲也知道 儿子是一代高生的 那他对 他对 儿子对他那一份行 他能感觉到 所以其实大家要了解 当我们的家人 能真正感觉到我们对他的爱 对他来讲 是一股不洁的动力 而不是感觉到你拿道理压他 那有反效果 你说孩子为我做到这样 哎呀我一定要好好修学有成就 所以老人家成就也很高 当然 应该老太太以 教育栽培 师父的功德回向 应该就能往生 这功德还太大了 所以大家慢慢去体会这些公案 里面有很深的意境在里面 李旭自己也感觉那种 顺甚至于一种鼓励的力量是很大 指责本身我们是不是已经 起承恨性了 慢性了 那因地不争 也定果遭于去 所以李旭对于 生命当中 自己表现不怎么样 不好 很真心鼓励我的师长 那个景象 包含表情都还粒粒在 所以别人的信任是一种动力 而师父这个不只是对父母的孝 延伸到对祖宗的孝 师父有讲 要牺牲自己生命 都要把传统文化传下去 因为老人家说 传统文化的教育 对他的恩德太大 这是老人家 对祖宗的孝心 那这个孝对父母如此 对于佛陀师长也是一样 当孝于佛 常念思恩 你去感觉 老人家这个 看了各个宗教的教诲 他也很恭敬 去学习 进一步啊 希望透过 汉字文英文 把所有宗教 所有民族的文化 都能借由这个载体 串下去 所以师父的孝已经打开到 一切的因缘了 所以你自己都感觉 那师父现在弘扬汉学 铁定得到所有宗教 所有全世界啊 民族祖先的加持 这一件事 必成 那从逻辑推起来 虽然必成了 但毕竟他是从谷底上 铁定会有挑战 但是呢 挑战好不好 好啊 因为李秉兰老师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诲 李老师说 困难越大 功德越大 只要降猛 不怕贼强 所以你烦恼来的时候 你就要提起正能量说 来放马过来 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污染不上 你不要以为烦恼是真的 所以佛门很有智慧 那个一个字里面就有玄机了 忘心 忘 真的假的 假的嘛 所以达毛祖师说 你的心不安 来 我帮你安 那个慧可大师 我找不靠那一颗不安的行 最后他开悟了 秘兴了不可得 原来他是假的 你别把他当真了 你就没有被他转 所以古人 有一个比喻 烦恼叫贼 烦恼贼 那贼呢 他心虚 他没有实力 就好像小偷呢 爬上你们家的墙壁 他要穿 不是 他要 到你们家来行窃 他在爬的时候 他也作贼心虚 是吧 你这个主人 心里很有主 知道 小偷来了 你只要桌子一拍 嘴巴一震 喝 他马上吓得就 掉下去了 有没有道理 有吗 好 所以烦恼是贼啊 他是心虚的 他不是真的 你只要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所以我们已经干了几十年 甚至干了无量劫啊 干什么事呢 任贼做父 这样的事不能再干了 我们要真心做主 不能再让贼来做父了 不是很复杂 怎么做主 任何境界来 好的 阿弥陀佛 不好的 也阿弥陀佛 平等平等 慢慢 很多顺境逆境 善缘恶缘呢 就不会 障碍牵动 好 这个是孝 传承文化会有挑战 但是这孝心坚定 必能突破 第二 当效于佛 常念施恩 当令施法 久住不灭 当坚持之 第二呢 替 师父的替 有看到他对自己的弟弟 非常爱护 包含 对老师的孩子 非常爱护 方教授的后代 年龄啊 还比师父长 老人家都是 安排啊 把他接到身边来照顾 但是也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所以我们佛门是 你尽力做了 其他的随缘 而且别强求 你尽心尽力了 对方 不接受 你也别难过 所以佛法是圆容 发意圆成 你的心是真心就圆满 不一定要在四项上 一定要怎样才行 就像魏忠达 君之一念 已在万名 那是很圆满很可贵 现在我们汉学院长老教授 周春堂教授 八十二岁 你就看师父这个无微不至 对他照顾 师父在做替给我们看 再来中 再来中 我们现在汉学的弘扬啊 是师父领君 郭子余 郭子余 退回和军的时候是几岁 恩吉 恩吉 几岁你们家老祖先 好 不知道几岁的时候 就说 当时候他的胡须都是白的 我们看那些故事啊 德语故事 有时候你看到他那一念可贵啊 眼泪就忍不住就下来了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古人呢 他在收集一些故事的时候 都是发觉那种自性的光明 你看了凡视讯里面有没有 很多啊 举着那个例子 里面提到 有一个人 包瓶 入罪原家 是吧 到一个寺庙里 结果看到那个寺庙屋顶破洞 那个水燃到观世音菩萨身上 他把石经拿出来 钱不够啊 工程太大 他把新衣服全拿出来 但得圣像无恙 无水裸臣和尚 你看那个读到这里很感动 你看那个法师 我感觉这些记录都让我们感觉到 以前出家人的水平多高啊 真的就是拿肚蝶不容易啊 道德学问所以留了一句话叫 无事不登三宝殿 世间人解决不了的方法 都会向佛事去请教啊 尤其是那些大官也读了很多书啊 但是真的解决不了 赶紧上去请教法师啊 所以真的是 是世间的三宝啊 注释三宝 我们看到当时候人家出家人 各个人都能启发人家的心光 你能指持一点心如何易得 太难得了 太难得了 你能为了佛菩萨的庄严 自己赤身裸体都在所不知 包含 那个故事里面还有 看到监狱里面那些 那些人没饭吃了 结果回去问他老婆 还有没有米啊 已经都没了 只剩自己吃一点了 你看他的先生 他们已经饿不到多少天了 给他们吃吧 更值得佩服的是他太太 你不要只看到主人翁 有时候一个片子里面 好多人值得学习啊 你会用心感受的人 你不要只看男主角 有时候男配角也很重要 通通都是学处啊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达摩祖师里面 那个少林式的方丈 妙善 是吧 你有没有注意 他每一个 言语都是法 他第一次见达摩祖师 他很恭敬 达摩祖师没有反应 是吧 他旁边的 弟子马上 我师父叫你了 就要去碰达摩祖师 他说不得无礼 这一位 修行者 他可能是用不同的方式在修行 他不懂的东西他非常尊重 这都是做人 修养不够的话呢 他的徒弟帮他说话 嗯这个徒弟很好 帮我出气啊 是吧 假如你今天 你身边的人说 你怎么可以对我某某人无礼 你还在那里挺高兴的 所以修养不够啊 能不能带人 不行啊 应对进退 可能得旁边的人都学错了 你看当下他的应对 所以不得无礼 把恭敬 把谦虚 交给他的学生 不得无礼 所以大家从他弟子说 我师父叫你了 他有高效 看起来他尊重他师父啊 可是对达摩祖师无礼 所以事实上 对师父也不恭敬 恭敬不能看表面 什么是对师父恭敬 依教奉行 我们去见到老法师 哎呀师父喝茶 哇师父什么啊 师父擦手 看起来很恭敬啊 事实上离开师父之后 该怎么跟人家发鼻气 还怎么跟人家发鼻气 那根本没有尊重师父 尊重 师父佛菩萨 表现在哪儿 依教奉行 这是真正的恭敬 那善知识哪需要我们 去恭维呢 他需要你恭维 他已经不是善知识了 他希望的就是我们能得利 众生能得利 所以恭敬众生 即是恭敬如来 让一切众生欢喜 即是让诸佛如来欢喜 这是华言经上讲的 所以这个妙善 所以达摩祖祖师传里面 每一个人都是学处啊 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 你看那个 住持 那一群盗贼 是不是去抢他的财宝 你看他出家人 慈悲为害不跟任何人对比 你看他把那个钱拿来说 施主你假如真的需要 你就拿去吧 你看这个出家人的慈悲啊 你看那 那个 盗贼头 很惭愧啊 走了 没有拿 好 所以不只达摩祖师在启发这个 道贼的善念 那 住持也在启发他的善念 所以一佛出世啊 千佛永代啊 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 大家舍啊 这些阿难啊 一起配合 启发众生的善根 好 这个是 谈道啊 忠 敬虑啊 敬虑敬虑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郭子怡 他退回合军啊 李欣那时候看着真的是很感动 一个人那么大年纪啊 他可以单枪匹马 去见十万回合军 后来这些 这些人一知道他是郭爷爷都跪下来拜他 你还活着呢 军人他最佩服的就是这种忠诚 还有他的工业都很佩服 他们以为郭子怡死了 所以后来就退了 一个人退十万大军 不简单 他的后世非常好 他好像是有八个儿子七个女婿 最后这十五个人在唐朝 都有很大的功劳 所以武将后代很好的很少 郭子怡 你们有机会这个知智通鉴可以研究一下 郭子怡啊 那我举这个 郭子怡啊 主要是让大家想象一下 郭子怡是 应该是六七十岁吧 这个年龄去退回合军 我们现在汉学复兴啊 老人家是九十岁领军啊 这个是忠肝义胆 现在是一个九十岁 一个八十二岁啊 周教授 周院长 我说我们这些 当他们孙子都可以的人 还能懈怠吗 所以师父跟院长他们呢 都给我们做表率 这忠 信 师父说他答应老师学释迦摩尼佛 这个信就忠神不改 师父在七十九岁的时候 这个故事啊 再请李老师在课程当中给大家讲 他的记忆力特别好 师父讲什么他都记得 我年纪也有一把 是秋天 四十到六十 而这个故事呢 因为为什么我们印象很深呢 我们在当场 师父是先在卢江发高烧 后来又到了北京 当时候李居也在卢江 后来也跟着到北京 那次很危险 昏睡了几天 老人家七十九 差点走了 当时候真的在梦中 有一个老者问 你还有没有要见的人 老人家说没有 我有没有放不下的事 没有 阿弥陀佛现在接我走 我要跟着他走 是不是说 但是假如这个世间 你需要我留下来做护法 他老人家也愿意 所以老人家 留在这个世间呢 他有承诺过做什么 护法 所以大家现在想想 到英国办汉学院呢 容不容易啊 人力物力财力啊 不简单 我们姑且不论 老人家九十岁啊 这英国的飞机都飞了几次 对啊 现在人又在马来西亚 英国汉宣的校长啊 要到马来西亚去看 老人家都亲自陪董 所以师父很守信 老人家说他给 发心的人做护法 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啊 那吴董事长很孝顺啊 他知道师父要有这个心意啊 他全力支持啊 所以在各地以后要盖大饭店 大家去弘扬汉学 连当地的 钞票都不用换 你看你们有没有过过 三十天不用花钱的日子 我这个 这一次姻缘就感受到了 真的呢 你去当时候走上这一条路啊 突然有一天 想一想说 哎呦我好像好久没有拿钞票 要用钱买东西啊 可能这十几年啊 真正自己拿钱买东西啊 可能算算得出来 所以你看 你真发心了 都有人护持啊 不用操心啊 这是师父的信 做得非常彻底 连我们的后路都给我们想好了 当时候英元英国还没出现在马来西亚 师父就想好 进中学会任养 我们就 都安心了 其实实在 没有人任养 心也要安 安了没有 相信真理 我没有犯师 只要我发的是真心弘法 我没有犯师 委托菩萨彻子查办 信心要建立在真理上 理 理这个部分呢 给大家举了不少例子 接待导演 接待索达吉看部 都做得非常 尽心尽力 像张发厅长 去了 师父整个接待 亲身给他解说 带他去看六合园 然后亲自给他夹菜 他 哭了好几次 那军人是不容易流眼泪 很坚强的 这个李毅 师父啊 85岁左右 刚好到了印尼 结果亲自 85岁的人 坐到偏远的地方 去祭拜瓦西德 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瓦西德是印尼总统 去世了 那师父这个情意 忘了自己也是 已经是85岁的年龄 那坐车不知道要颠多少个小时 就为了敬这一份情意 李毅连 师父很节俭 我们看师父用卫生纸 非常节俭 包含您看到人家 到哪一个道场 所有的供养给藏住 自己都不拿 这都是给我们表法 赤 羞耻性 师父讲 我们 没有把佛法传下去 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罪人 这是老人家的羞耻性 人 仍爱 师父也在落实 老者安知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所以我们现在师之为己之 我们现在迈向的社会是 目标是什么 读书不用钱 看病不用钱 养老不用钱 你们眼睛要发亮看着我 你们这种眼神让我感觉 我有点孤独 要回应 回应 回应不一定要有言语 眼神就是回应 人爱 师父是爱后世 爱天下各个民族各个宗教的人 所以他才会 全心全意 要把汉学复兴 把汉字文言文 成为全世界文化传承的载体 第二 和 师父一生真的没有冤家对斗 那个毁谤他最严重的人 他把他礼牌位每天奖金功德都给他回向 不跟人对 普天之下没有他老人家不爱的人 没有他老人家不能原谅的人 这个胸怀我们要学 平 整个都是平等 都是心平极恶 所以师父是 处逆境 随恶缘 无整慧 业障 静小 随顺境 处善缘 无贪吃 福慧全限 对一切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平等 恭敬 不起贪吃吃 这个平 很重要 圣之意是什么呢 是 身边的人不平 老人家 给学生磕头 平复他们的怒气 不然有时候太多的人不平 会出事的 所以师父这个平 这个忍路修到这个地步 那为什么要磕头 为了学生的法神慧命 为了佛门的形象 佛门形象被破坏了 众生误解佛法 断了众生的慧命 师父对佛陀的教导 深深的领悟啊 师父讲 历史当中有三个皇帝要灭佛法 佛弟子没有丝毫的反抗 所以 这个皇帝因为造的业太大了 他很快就下来了 下一个皇帝一来 哇 这个朝廷错了 佛弟子居然还顺臣 这样善良的佛弟子去哪里找 马上又把佛法给兴旺解 所以佛门做事啊 考虑得很深远 你假如这个朝代的掌权者错了 你一抵抗 所有后世的掌权的人都说 哎呦 佛弟子会抵抗朝廷 那流弊有多大 所以师父讲 佛教我们实法本无真 佛哪有教我们一个真字呢 真则是道义啊 我们一起对立一起要真什么东西呢 道星已经美了 师父做这个和平这个平质做到家了 以这些行仪啊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这一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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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